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很少 是谁在转移资金 是谁在幕后操作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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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我们做活的18名犯罪线 有144.6亿可以交易 多种类型犯罪者的帮凶 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毒瘤 咬亮了我国的正常金融管理策刑 危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必须严厉打架 斩断资金黑流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中文字幕提供 亚维共 警官提供 签局 2016年11月 山珍市公安局的警察突然出现在一家 坐落于高档写字楼的公司里 在现场控制了多名正在上班的职员 随后这家公司的经营者梁某 被警方带回公安局 没有通过银行去结会了 我们就把这个钱打过去给他 或者有时候有另外一些客户需要 那变成我们就跟他买卖这样子 我们已经触放了国家法律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公安机关打击地下钱庄的行动 其实在2016年11月18日那天 深圳警方的民警是同时出现在了 五个嫌疑人的窝点 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 而且破获了这起金额高达 144亿多元人民币的系列案件 而这一切要从一年前 公安部给深圳警方下发的一条线索说起 收到公安部下发 关于涉嫌贪腐资金 外套的可疑交易线索 收到这个线索之后 我们高度重视 这条线索涉及一起贪腐案件 案件中有大笔可疑资金向境外转移 深圳警方在得到这条线索后意识到 这起案件的侦查难度非常大 而且涉案的可疑银行账号在交易金额 交易频率上都有着明显的特征 每天的这个交易量数额都在千万元以上 但是资金留存在这个账户上的时间很少 然后基本上资金不过夜 那么就是这种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 这种就是典型地下钱庄的控制的账户 地下钱庄这是一个普通人并不熟悉的隐蔽领域 但是它却经常出现在经济犯罪的案件当中 地下钱庄这个词是我们习惯的一个称呼 它不是个法律用词 它是非法从事金融服务活动的个人机构团体的一个习惯称谓 一般群众心目中说到的那个地下钱庄主要是从事 骗个外汇 逃汇 非法买卖外汇 人民币资金的非法支付结算 这几类犯罪 今年来地下钱庄逐渐成为一些违法犯罪人员 转移非法所得的秘密通道 公安机关不断加大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 不过这类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 案件的最初线索往往只有一个个虚假身份开设的银行账号 出现在侦查员面前的只有资金交易的流水单和大量的数字 根本看不见嫌疑人的任何踪影 侦查难度非常大 就是一个是好市场 真别难 敌人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我们是寻找人家过去的足迹 来找他现在的痕迹 在接到公安部下发的涉案线索后 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调集精兵强将 要力争尽快找到涉嫌贪腐的犯罪证据 打掉参与其中的地下钱庄 截断这条秘密通道 而目前他们的线索就是那些充满数字的银行账号 案件该从何查起呢 我们主要通过这种排查和分析 抽失过简单 一亿分析要排除哪些是客户 哪些是情商账户 这都我们得区分清楚 面对这些枯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 警方首先要做的就是 排查出这些可疑账户之间存在的关系 从中找到幕后操作地下钱庄的嫌疑人 而这些涉案账户的开户人信息筛选难度极大 有广东 广西 福建 云南 上海 北京 浙江等地 跨众多地区 跨了形色色的各种民意的企业 那只有一个不断的征查和查询 在城间上万个不同战户间 警方耐心细致地层层剖析 他们知道这里面一定存在着一个或者几个终极目标 一般的钱庄账户 他个人能操作的至少是几十个左右 然后再通过这个可以发现其他钱庄 最后一共是调取了三百多个银行账户 然后每个账户都是几千上万条的交易流水 通过这些反复的比对 追踪 排查 锁定 嫌疑人终被找到 只向同一个公司 依托着他这个做物流快递 这个房子做个掩饰 不问客户 不问资金 他们来者不拒 扰乱经济秩序 到最后的源头里根本不知道他这个权 是不是一些贪污品负败分子的钱 或者一些走私放毒 战断资金黑流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警方追踪分析嫌疑人的作案规律 到银行海关等地走访取证 再进行综合分析研判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侦查 终于发现了一个有重大嫌疑的账号 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家公司的注册地点就在深圳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化工品出口 危险品海运 表面看该公司的经营都是合法的 办公地点也在一个高档鞋子楼里 有几十名员工 那么这个邱某花 还有他所实际控制的这个公司 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公司的经营人邱某 广东人38岁 警方了解到 邱某早期经营过一家快递公司 后来干起了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这家公司其实是正常经营的业务 是国际货运代理 那么他就是陈述一个 国际货运当中的一个中介的一个角色 他没有穿 也没有实际的后务 但是他只是将一些船公司和一些贸易商 那么他们就在中介起到一个中介人的一个环境 警方经过大量调查发现 邱某在经营一些正常生意的同时 自2007年开始 就利用这个公司为掩护 做起了地下钱庄的勾当 警方随即对邱某展开进一步侦查 可尽快摸清他的行踪 和与他接触的其他相关人员 通过对邱某操控的资金和交往人员的调查 警方很快就发现了另一个地下钱庄的幕后操作者 梁某也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 他经常与邱某见面 资金往来十分频繁 又有联系 但是又相对独立 就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稳定的客户 但是如果说在美元也好 因为他们都是对销型的一个地下钱庄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资金集中在一头 就是我或者我现在人民币太多了 我没有美元了 或者说我现在全都换成美元了 没有人民币 那么就是需要他们之间就互相拆解 在接下来的侦查中 警方又发现了其他几个与邱某关系紧密的人 他们都在做着地下钱庄的生意 地下钱庄是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地域范围 或者是一个组织结构 都是以直系亲属 或者关系非常近的同乡 那么才能够参与到进来 因为他这个涉及到的资金量太大 每天几千万的 三千万几千万的资金流水 如果不是他信得过的人 那么他自己做这个也有风险 随着侦查的不断推进 一个涉及多个团伙的地下钱庄网络 逐渐清晰起来 一号为核心的就邱某华这个团伙 他基本的活动我们是打过了 派生出来的三号 还有这个二号 梁某生 四号张某熊这一边 至于梅州 跟五号梅江的黄某 跟六号大虎的郭某生 经过一年的艰苦侦查 警方终于掌握了 以邱某为首的 这个地下钱庄网络的构成 和嫌疑人的作息规律 抓捕时机已经成熟 2016年11月 警方分兵多路 对这个团伙展开抓捕 向前看 已经 走 加油 走 通发 一共我们做后的18名犯罪选人 在犯罪团伙的那个窝点里面 缴获了各种 掩盖隐瞒资金来源去向的账户 有些是他们通过网络收购来的 有些是亲朋好友的账户 有144.6亿可以交易 面对警方的审讯 主要嫌疑人邱某对于自己做过什么 含糊其词 我现在说实在 我没有说 在国内 把做 做保美金卖给谁 我都是是按客户的要求 按客户的指示 去付款 与邱某不同的是 另一个嫌疑人梁某倒是详细讲述了 他和邱某一起做了什么样的生意 梁某交代 自己本来也开了一家货运公司 经营正当的货运生意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邱某 邱某给他介绍了地下钱庄生意的操作流程 梁某觉得这是一条迅速发财报复的渠道 不是大理出口吗 就是有没有一些美金 那有就可能 那你给我 我给个价格好 好一点 或者说我帮帮你弄 你想想通过这样子 一个手法一转 那就多出几百块钱 能够介绍以后 那可能就会产生这个 想更多盈利的一个心态 就是我的上家来说 我比起他可能就是芝麻 没那么大 可能心态就是这样子 那他都没有事情 那我怎么可能有事 那么他们就会根据 银行每天这个汇率的报价 大概赚取一定的汇率差 这么就向别人就出售给别人 向外汇出售给别人 在金钱的诱惑下 梁某开始利用自己做货运生意的便利 为一些客户倒卖外汇 赚取差价 收取手续费 慢慢的 他也发现了那些来找地下钱庄的客户 并不是单纯的买卖外汇 那些大笔的资金来源根本无法说清 到最后其实很难去辨别 没办法辨别这个钱的 这个钱是没办法辨别的事 有没有事不是干净 一旦亮上去的话 你不排除 对不对 你没办法控制的 即使你不主动不想去接触这一块 但是有时候你通过伪装或什么之类的 你根本就没办法知道它是不是 到最后的源头 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这个权是不是 一些贪污苦腐败分子的钱 或者一些走私放毒 以前这些电信诈骗 要通过很多手段去分解 对不对 层层分解 有些要派人去提款 一个钱要打个几千个账号 如果他通过这种地下行政策方式 这种漏洞来走的话 他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把这钱拆解 直接一笔过去 放成半位走了 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 在短短22个月里 梁某控制的银行账户 累计非法经营数额 就达到了人民币2.4亿多元 如今在看守所里的梁某 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 他说以前自己只想钻个空子多赚钱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像我们这种不正贵 我们想想我就是那么几万块美金 可能怎么会对国家有认识呢 但是当你把这些钱汇集到一起的时候 那你那个数额是非常可怕的 都是论意计的 一个就是几百亿 如果十个地下钱庄就几千亿 是不是 那都是非常不得了的 那这个如果你一百个地下钱庄 那像我们这个把这个从小到贵极大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最让梁某悔恨的是 病重的父亲在他被捕后不久就去世了 他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像我这一次的话 我父亲上个月去世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见他一面 那也对不起家人 那我跟他说 他还出去以后就希望 就不会 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这样 不罚企业与地下钱庄合谋 骗取出口退税 银行监管 公安追查 地下钱庄涉及诸多犯罪 地下钱庄和骗税 虚开一些包括诈骗政府奖励 一些其他的犯罪 想勾置交织在一起 斩断资金黑流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近年来很多违法犯罪人员 转移非法所得的时候 都会找地下钱庄进行资金的操作 原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出纳孙心 2007年12月 利用植物质变将650多万元公款 打入自己注册的公司 随后就是通过地下钱庄 转移资金的 2015年6月 孙心被检察机关从境外缉纳归案 为了堵住地下钱庄这个资金黑洞 相关部门也采取了多种措施 人民银行有反以前的职责 所以说在对地下钱庄的发现 和任何可疑资金的监测 发现还有报告 这是人民银行根据反映前法说履行的一个职责 就商银行把它发现的一些可疑的大额可疑交易信息 报告给人民 包括中国翻译前监测分析中心 然后他来对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梳理 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得到一些线索 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是地下钱庄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线索做成报告 报告给国安部门 由国安部门去进行打击 在打击地下钱庄的过程中 警方发现地下钱庄涉及的一些上游犯罪范围越来越广 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税收和地方财政收入 我们越来越发现地下钱庄和骗税虚开一些 包括诈骗政府奖励 一些其他的犯罪人像钩子交织在一起 也就是说地下钱庄也越来越成为这些犯罪的一个帮凶 2016年8月 黑龙江七台河市公安局 侦破一起特大系列地下钱庄案 打掉地下钱庄8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73人 以查实涉案流转资金达数千亿元 其中就由地下钱庄参与的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案件 利用这个我们国家有些地区的政府出台这个出口奖励政策 采用这个购买虚假出口数据的方式 或者是货物寻衡出口的方式 来骗取出口奖励政策来从中获取利润 张某曾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财务经理 该公司通过地下钱庄 从深圳某报关行购买虚假的海关数据 再经过地下钱庄购买外汇 然后利用自己的生产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 从而骗取国家的出口退税 第一个就是签证的巨价合同 本年这个货值100万美元 合同中签证150万或者额额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实际的出货 出货没有的这部分货款找个电 没有的部分货款 可以说如果没有地下钱庄的参与 这类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行为根本无法进行 诈骗政府讲的和这个出口退税 都是把国家的钱和老百姓 因为说白了我们老百姓是大水人 他把这个钱都拿出去转移到国外 经查时从2011年至2014年 这家公司贡骗取国家出口退税高达7900多万元 近年来公安机关加大了打击地下钱庄犯罪的力度 仅在2016年一年全国公安机关就端掉了500多个地下钱庄的窝点 破获了380多起案件 抓获了800多名犯罪嫌疑人 涉案的交易总金额达到9000多亿人民币 那为什么公安机关要如此加重力度来打击地下钱庄犯罪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带各位去探访一下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 邓兆峰副局长 邓局长你好 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讲到的这个地下钱庄 那地下钱庄这种犯罪形式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在咱们国家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创世纪的80年代开始 地下钱庄主要在广东 福建 浙江 等延缓经济发达的省份 那么随后呢 逐步发展到 延边 和内陆省份 到目前为止 全国已经有30一个省份 都出现了地下钱庄 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 为什么要打击这样的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是一种犯罪行为 地下钱庄的违法犯罪活动 不仅 咬乱了我国的正常金融管理策息 危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而且越来越成为走私犯罪 经济犯罪 网络赌博 包括贪腐 贩毒 等各路犯罪活动的转移资金的通道 那么呢 也助长和支撑了其他上游犯罪 危害十分严重 所以啊 必须严厉打击 2016年 咱们公安机关对于打击地下钱庄 都采取了哪些行动 2016年 公安部会同中国人民约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 在全国组织了专项行动 主要是打击利用离岸公司 和地下钱庄转移转款 这个犯罪活动 就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会觉得 这个事离我的生活还是比较远 所以打击地下钱庄 跟更多的普通老百姓 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它的存在啊 可能跟许多人都相关 那么这个地下钱庄的 所转移的资金啊 情况是多种多样的 里面既可能有犯罪的资金 也可能有个人的合法资金 比如说 一些人 普地下钱庄所谓的快捷 方便 把自己啊 一些合法的资金 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国外 支付留学费用 买房等 他们认为这样赚钱啊 是正常的 没事 实际上这些都是违法的 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个钱财的来源是非法也好 合法也好 这个渠道 法律上是明令禁止 只要走这个渠道 你就是违法的 只要你从地下钱庄转移 我们之间都是违法的 依据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 这些当事人将被处以交易总额的 百分之三十以下 或者情节严重的 处以百分之三十以上 或者等额的罚款 那2017年咱们公安机关 对于打击地下钱庄 还会有哪些计划 我们在去年打击 起到战果的基础上 今年我们将继续积极会同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 组织专项打击 持续保持 对地下钱庄 非法犯罪活动 严打的高压态势 切实维护 国家金融管理策畜 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今年我们的两会特别节目 我也准备了一张心愿卡 我们分享一下 您在2017年 您的法治心愿是什么 2017年 我的法治心愿是 富航经济打击犯罪 中共中央政治局 2月23号下午 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我们提出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在身边 2017 我的法治心愿是 让每一个普通人 分享到 法治进步的红利 地下钱庄的存在 不仅严重地干扰了 正常的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而且还为像经济犯罪 贩毒 网络赌博 这样一些犯罪行为 提供了资金转移的通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滋生和助长的 这样一些上游的犯罪行为 形成了一条罪恶的产业链 在这里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群众 通过地下钱庄 转移资金也是违法的 因为一方面 你不仅要承担资金被诈骗 这样的损失的风险 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未来公安机关还将 持续处以重权 严厉打击 地下钱庄贩送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意时间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报道 再见